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赐予我们祝福的父 在基督里我父使我们做新人 通过这凌晨的帮助 求主使我们有新的开始 我们过去的过错 求主饶恕我们 那一切的误会的罪过与疾病 求主为我们全了结掉 求主使我们从今天这此刻开始 都做有福的人 获得一切的祝福 获得耶和华一乐 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祝福 求主使我们领悟 使我们完全 使我们做义人 行为完全的义人 把一切的祝福留给儿女们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事情 求主使我们领悟 这一切的事情是为了 使我们得祝福 求主使我们获得领悟 作为义人 使我们的心愿获得实现 奉耶稣的名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讲一下羊 上帝是把一些的祝福 为我们都预备好了 这凌晨要帮助我们 使我们得到这祝福 我们自己是无法得到这祝福的 一定是依靠上帝的帮助 而我们呢 总没有获得这祝福 所以内心带着疑惑疑心 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才能行的呀 我们找一下真言十九章十六节 上帝的话语是全能的 上帝的话语正是上帝 而我们内心确实缺少了信心 总是不领悟 总是不信 而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呀 现在上帝使我们获得领悟了 我们读一下真言十九章十六节一二 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 轻呼己露的必至死亡 阿们 怎么从凌晨开始就有这样的死亡呢 这正是上帝在告诉我们的 要么是得福的道路 要么是死亡的道路 讲好听的话 这都是属于异端的讲道啊 你讲好听的话 反而是害了别人的 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 谨守诫命的保全生命 那谨守诫命就是爱人如己呀 你要爱人如己 你的生活中 你的行为是爱人如己的行为 这时候你能保全生命 否则你是必至死亡啊 是你的儿孙三四代也得不到祝福 这正是上帝在告诉我们的 为什么上帝让我们谨守诫命呢 上帝把眼前 我们得不到眼前的祝福 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守诫命啊 我们说我们爱人如己了 如果你真实的爱人如己了 为什么你的夫妻之间还不和睦 兄弟姐妹之间不和睦 自家人间不和睦呢 你都爱人如己了 怎么自家里还都结仇结怨了 这都是说谎了吧 我们自己都无法真实的爱自己呀 夫妻关系不和睦 这说明爱自己了还是恨自己了 已负责是无上二十八节 夫妻关系不和睦的时候 说明你自己害了自己 说明这时候你也恨自己呀 真实连动物都不如 动物之间没有相仇 没有结仇结怨 诗篇四十九篇二十节 上帝说我们为什么不领悟的话 就如同灭亡的处了一样 动物之间没有什么结仇结怨的 只为了眼前的吃的相互相咬 没有说结怨结仇报仇的 动物之间是没有结怨结仇的 而我们人真是连动物都不如啊 相互结仇结怨 夫妻之间不和睦 领悟过来吧 真的这时候连动物都不如啊 传道书三章十八节 上帝说上帝为什么说 你和你家里养的处来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还不领悟吗 在座的各位或许也有夫妻关系不和睦 说怎么努力也不行 当然了内心带着魔鬼的时候 是无法做到的 除非赶走内心的魔鬼 才能关系和睦啊 那父母的父母 夫妻父和睦的话 儿女呢也会一样的 你的行为就能知道你是属于地狱 还是属于哪了 你没有爱人如己啊 你没有遵守诫命啊 我们遵守诫命 这时候使我们的生命得以保全 生命得以保全 这才能去天国啊 遵守诫命是保全生命啊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结党结派都是属于魔鬼 都属于地狱 结党结派没有爱人如己啊 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 上帝是让我们爱人如己 而结党结派就是光顾自己 这时候都属于地狱了呀 提摩带后说 二章十四节上帝都这样记录了 而当今的教派都还不领悟 以为都拥去天国呢 听不懂上帝的话呀 使我的灵魂得救的地方 这才是教会呀 首先我的灵魂得救 遵守诫命的人 实际的灵魂得以保全 那遵守诫命是把自己的心和性命 全交出来了 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三十一节 献出生命来爱上帝 首先献出 而我的心 我的心不 我的心不洁净的时候 是无法使上帝悦纳呀 马太飞十五章十九节 心里发出的罪过 求基督的血全洗净了 这时候 心是洁净的 这时候上帝悦纳这心 我先献出这心 然后再献出我的生命来 而我们呢 总在说谎啊 大家在这里呼喊阿门 而我们却不领悟自己 哪方面没行啊 祝福每次都是摆在我们眼前的 而我们却拿不到 得不到 自己都不爱自己 怎么能爱身边的人 自己都害了自己 怎么能爱身边的人呢 争吵纷争的地方 都是属于败坏的 在旁边旁听也一样 因为你属于一类人 才在旁边旁听啊 约翰飞八章四十七节 约翰飞八章四十七节 好多假的教徒们 来到这里 都不爱听道 讲道的时候 都灰溜溜的离开了 都走了 在假的教会 没有基督的血 不求基督的血洗罪 带着罪怎么能去天国呢 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有罪的地方 就有魔鬼附着的 约翰带着魔鬼 怎么能服侍主呢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你要遵守诫命 才能保全生命 你的行为要爱人如己呀 否则你是避止死亡的 那么遵守诫命 大家都听清楚了 我们找一下 初二级集十五章 二十六节 我们的病痛 为什么得不到医治呢 身患病痛的 得不到医治的 赶紧领悟 你家里是不是 有结怨结仇的 或者父母之间 有结怨结仇的 这类罪你没有悔改 当然得不到医治了 癌症得不到医治的人 大家可以好好观察一下 或者说领悟一下 好些人来咨询说 我们我父亲的谁 我父亲和小叔叔的家 结仇结怨 反正肯定是有 结怨结仇的地方 或许也有委屈的一方 为什么我委屈了 我还要去回家祷告呢 那是你祖上所种下的 致使你有委屈的事情 所以你的祖上 肯定是先犯罪了 那你要回改你祖上的罪过呀 你回改祖上的罪过的时候 立刻持病痛得医治 事业也变成祝福 儿孙也得祝福 这凌晨 祝愿大家获得这祝福 我们在这凌晨 要得上帝的帮助 一定要获得上帝的帮助 出来及其十五章 二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又说你若留意 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诫命 守我一切的律力 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阿们 昨天开始大家都做了悔改祷告了 我们昨天都告白自己的淫乱罪 身体里发出来的罪 这是淫乱罪 我们都悔改了 也告白这些罪过了 始终不行的人 赶紧领悟过来 告白自己的罪吧 我们不做悔改祷告的时候 一直都是在犯罪呀 我们说是做悔改祷告 也才犯着罪过 无论是谁 都不例外 在过去 我们都犯了一乱罪 我们总爱去谁谁家串门 为什么 为了犯一乱罪 去他家串门来的 然后 我们经常搞一个小聚会 小活动 男男女女相聚在一起 都是在犯一乱罪呀 然后才喜欢聚会呢 为什么 男男女女爱聚会呢 这都是为了犯一乱罪呀 这都是我们过去的生活 现在生活也这样 所以我们要告白出来 这些罪过 洗罪 悔改罪呀 这是上帝饶恕我们的 那么我悔改了 为什么还不行呢 那你父母曾经所犯的 这些罪过 你也要悔改呀 如果我们不领悟 我不知道父母曾经犯了什么罪过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签了合同了 结果对方说这合同又不签了 为什么 因为他父亲不同意 就是 这说明让我赶紧回改祖上的罪过 我祖上曾经犯的这些罪过 而我们还不领悟 领悟的话才是尊贵的人呀 好些人合同违约的时候 都说是他家人不同意 而我们呢 我们光悔改自己的罪 不懂得悔改祖上的罪 我眼睛昏沉 看不见眼前的祝福啊 遵守诫命 是爱人如己呀 我首先真实地爱自己 这时候我才能真实地爱身边的人 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 今天上帝要医治我们的病痛啊 约三书二节 你的病痛要获得医治 首先你的灵魂兴盛 你的灵魂能去天国 你做了义人 你遵守诫命的时候 你灵魂兴盛 这时候你能去天国 你遵守了诫命 你的灵魂得以保全 能去天国 而好些人都没有遵守诫命 都没有爱人如己 光嘴上喊 爱人如己吗 爱人如己 遵守诫命 是真实地爱自己 这时候夫妻之间就合一了 夫妻之间是相护和睦的 因为丈夫也爱妻子 妻子也爱丈夫 无论是丈夫讨厌 或者是妻子讨厌 反正是你讨厌某一方的话 这都是内心说明 你带着魔鬼了 我们看电视剧 或者是看小说 是不是有了外遇的时候 就不爱妻子 有外遇的时候 就不爱丈夫 内心带着魔鬼了 这都是 夫妻不和睦的时候 肯定说明 要么有另外一个人了 要么就犯一乱罪了 所以不相互 真实地相爱 这遵守诫命是 首先获得上帝的爱 我要真实地爱自己 我真实地爱自己 我才能爱人如己 我真实地爱自己 所以爱夫妻 爱妻子 兄弟之间 向我有爱 约安三说二节 你灵魂兴盛 你才能去天国 这时候你在世上 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亨通的 而我们呢 总不亨通 为什么 我和金某某 我和他很 很有交情 我们都签好合同了 结果呢 金某某说 他的父母不同意 这单生意 这就是让我 悔改我祖上的罪啊 我祖上的罪过 我当做悔改 但是呢 我们却不领悟悔改 我们光指责 对方的父母 是有问题的 上帝是为了 让我明白 你要悔改祖上的罪 才使他的父母 毁了这单生意的 大家领悟了吗 而我们遇见什么事情 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眼前不行的 正是我和我祖上 所犯的罪过 为什么这个人 一会儿一个心 一会儿又变心 那就是你自己的模样 你要做悔改祷告啊 我眼前遇到的人 这都是我的罪啊 那么我遇到的事情 是相关对方父母的问题的 那是我 我的祖上的罪过 我需要悔改 我祖上的罪过呀 我们遵守诫命 我灵魂兴盛的时候 在世上 凡事哄通的 这凌晨我们要获得这帮助 这凌晨我们要获得这帮助 好些人说了 我跟这个人签合同 什么都 什么都一切都 就绪了 但是呢 一会儿又变心了 结果这人又变心了 干净领悟是我自己 自己的问题 悔改吧 悔改的话 这立刻就能行了 昨天早晨我们一起来悔改了淫乱罪 那相信这一整天 大家都体会了淫乱罪 体会了让我战胜淫乱罪 让我能躲开这一劫 早晨彻底的做了淫乱罪的悔改的话 这一整天能让我战胜淫乱罪 不使我犯淫乱罪啊 那么我眼前的祝福 我为什么看不见 是因为我的罪的 我罪的原因是我眼睛昏沉 看不见眼前的祝福 马太平十三章十四节 而你悔改了相关的罪恶段 你就能看得见眼前的祝福了 上级说 这祝福是使我去天国的祝福 身体健康 这世上的一切都是亨通的 今天凌晨大家要获得这祝福啊 一定要获得这祝福啊 大家全要获得这祝福啊 这是多么可贵的应许啊 获得领悟的人鼓掌 掌声也很大 不领悟的话 可能就装模作样的鼓掌了 没关系的 都是能行的 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 我来读一下 又说 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 听上帝的话就是属于上帝的人 约翁腓音八章四十七节 而有些人不爱听上帝的话 那这真是问题了 人不食用粮食的话 那就是属于动物了呀 我们要留意听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才属于上帝呀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我们说我听了上帝的话语 我爱了上帝 而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 这标准在上帝那里 在上帝看来我听了上帝的话 在上帝看来我爱了上帝 罗马书六章十六节 我们要属于上帝的人 如何使我们做义人呀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 通过基督的写洗罪 这时候使我们做义人呀 在这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悔改祷告 我才能听上帝的话语 做了悔改祷告才能读圣经啊 以福所说一章七节 一定是依靠基督的血 做四季段悔改时我们做义人 这一切的标准都在上帝那里 在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 我们做了四季段悔改了 做了义人 我们的罪获得了赦免饶恕恕了 我们在留心听上帝的诫命 我们属于上帝的时候 立刻就有爱人如己呀 要遵守上帝的诫命 而大家的病痛得不到医治 事业不顺利 这时候肯定没有遵守诫命 肯定没有爱人如己呀 首先夫妻关系就不和睦了 兄弟之间 兄弟姐妹之间不有爱 那么有些人为了爱兄弟 就开始和恶人一起行恶 那不叫爱呀 上帝是永恒的 上帝耶稣都是永恒的 唯独上帝耶稣才是真实的爱 我要做义人才能有真实的爱 所以我们要做四阶段悔改 依靠四阶段悔改 我们来爱人如己 把真实的爱人如己 这时候全能获得医治啊 今天又遇到不顺的事情 父母反对了 那赶紧领悟是我的罪 我父母的罪 基督是永恒的 信心也是永恒的 耶稣也是永恒的 上帝圣灵都是永恒的 我的心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赶紧领悟我没属于基督啊 三位一体是永恒不变的 而我的心总一会儿那样一会儿那样 所以我遇到的人也总是一会儿那样一会儿这样的人 你遇到了一个性格不好的人 赶紧领悟那是你自己 你自己性格不好 我要悔改这方面的罪 你眼前的坎尼要做悔改祷告 当做自己的罪来做悔改祷告 菲利比说二章四节 你把别人的罪当做你的罪来做悔改祷告吧 这时候你是得祝福的 所以不要去说别人 也不要去恨别人 对方为了让你得祝福 他在辛苦受累呢 所以哪里来的仇人 哪里来的不好的人呀 都是感恩感谢 所以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旨意正是凡事谢恩 感谢正是四阶段悔改呀 上帝的旨意正是四阶段悔改 使我们感恩感谢呀 留心听我的诫命 守我一切的律力 我们的行为要改变 我的良心活过来 我行为才能改变 希伯来说九章十四到十五节 我内心三个良心全活过来了 这时候我的行为才得到改变 我的行为得到改变 这时候我才不会死亡啊 刚才我们读了真言十九章十六节 你要遵守戒命 使你的灵魂得以保全 你在遵守一切的律力 这时候你行为得到改变了 你能去天国 你去天国了 这时候世上的一切都是万事 亨通的 而且使你的儿女越来越好 这是爱国呀 这正是使我们准备人类的祝福 这凌晨我们都要获得这祝福 我们呼喊阿门 全要获得这祝福啊 今天开始我们是能行的 上帝给我改变行为 这一切不是我来做的 是上帝给我改变的 所以我们是能行的 彼得全是五章十节啊 我就不将所加于爱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我们有祖上的罪过 所以我们身患癌症 或者是眼睛也痛 鼻子也痛 肚子也痛 这一切都是祖上的罪过 和自己的罪呀 父母或者是儿女们 爱高壮的时候 是不是腿脚就不能使唤了 不能使用腿脚了 爱高壮的人腿总会有问题呀 你最爱惜哪个儿女 首先使这个儿女遇到问题 这时候父母才能领悟过来吧 一个孩子在家里本来就不受喜欢 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还会高兴呢 往往往是你最爱惜的一个孩子 你最喜欢的一个孩子 他遇到害他遇到事情 为什么说在这世上 这人很聪明或者说很尽孝 结果死的也早怎么短命了呢 为什么世上说在一个家庭里 这个人特别的好 这个人很聪明 结果他短命 活得也不长 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人吧 越是最可惜最爱惜的人 结果却没了 人没了 那好人就要早死吗 不是这个意思 在基督以外都是属于恶人 而恶人伪善着装作善 这时候真的是死的也早了 其实那都是恶呀 是恶人中的恶 做四季段悔改使我们得救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使我们活过来 我们今天都要获得这祝福啊 今天都要获得这祝福 大家都阿门嘛 病痛得不到医治的人 今天照着今天这经文 做悔改祷告吧 身体上身患癌症的病人 或者是说 为什么总是年长的人来找我毛病 挑我毛病 那我就领悟啊 我要回改祖上的罪呀 有些人为什么总跟小孩子闹别扭起来 那祖上肯定是犯了曾经 对小孩子们犯了一些罪过的罪恶 有些五六十了或者七十了 跟一些二十多岁的人争吵纷争起来 甚至和幼儿园的孩子们小争闹争吵起来 为什么老师们和一些 这肯定都是有相关的罪恶的 为了让你悔改相关的罪过 所以你做悔改吧 这时候使你得救了 这时候你得不到 这时候你得病痛的医治啊 因为我一和华是医治你的 我们要依靠基督的奥秘 使我们遇见上帝呀 今天我们遇到什么事情 总不顺总不行吗 赶紧领悟我 我没有做义人 我还没有属于上帝 我赶紧首先改变自己 属于上帝 这时候使我遵守诫命 遵守诫命 真实的爱自己 真实的爱人如己 一切都是爱呀 大家有见过 左手和右手打起来了吗 左手右手才不会打起来呢 这身体 左手和右手是一体啊 为什么夫妻还不和睦 为什么家里人之间还不和睦呢 这说明你没有遵守诫命啊 你不遵守诫命 你根本就没有爱上帝嘛 没有献出心和献出生命来爱上帝啊 这时候你夫妻之间不和睦的话 儿女之间也没有爱 相互结党结派 我们韩国结党结派都有四百多个教派 这整个世界都有九百多个教派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了 你遵守诫命 你灵魂兴盛的时候 这时候你万事横通 一切都是顺利的 一切都顺利了 就包括你身体健康的祝福 子子孙孙的祝福啊 大家都阿门吗 初爱奇记十五章二十六节 大家回家贴在墙上 照着圣经经文做悔改祷告 首先使我们让我们做义人 我做四阶段悔改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我做四阶段悔改 听上帝的话语 做义人 我要分辨自己是否成了义人了 然后再分辨自己 我是否遵守了诫命了 我是否爱上帝了呢 我们爱上帝的时候 我的病痛得到医治 我爱上帝的时候 我获得财富的祝福 我们为什么得不到眼前的祝福呢 我们没有遵守诫命啊 不遵守诫命的人 总有理由啊 从来不顺从上帝的话语 做什么事情 总带着借口和理由 真言二十六章十三节 让你往东走 那么我又说往东走 又怎么怎么样了 总有理由 赶紧领悟内心带着魔鬼啊 犹大叔一章十五到十九节 那不往东了 那就往西走吧 那往西走又有 又有这个别的理由 就总有理由 这也理由 那也理由 真言二十六章十三节 所以默想祷告的时候 照着上帝的话语 默想祷告的时候 就都能分辨一下 都领悟一下 让你往右走 你阿门就是了 而你还带着理由 如何如何的 就总是不满足 总有理由 总有借口 圣经里告诉我们了 我们现在领悟过来 我到底是感恩感谢了 还是又有理由了 我们分辨自己 是什么样的吧 我朴牧师说的是我自己 尽管这样 我们求基督的写洗净吧 这时候上帝是我们能行啊 这盘子只要洗干净了 就能用啊 这凌晨我们得到 眼前的祝福吧 不要看别人了 我们开车都是看眼前的道 不是看身边的人 你东张西望看别人 结果呢 毁了自己的路 我们为什么遇到难题了呢 因为我们没有遵守诫命啊 祝愿大家病痛得到医治 祝愿大家万事亨通去天国 使我们的儿女越来越好 祝愿我们所有的人都做爱国者 祝愿所有的信徒全获得这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啊 实在是感恩 感谢主赐予我们如此可贵的话语 这一切全靠恩典 全靠基督的血 使我们做四季的悔改 这一切是靠恩典 使我们得到的 而我们没有顺从上帝的话语 始终遇到问题 我们总在气呢 为什么我和这个人 关系总不和睦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这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我和我的儿子关系不好 你和男士们总有问题 我和我的闺女 总有问题 总闹别扭 我为什么总和一个小孩子 总闹别扭 你又和孩子们有别扭 我和大学生们总有闹别扭 我为什么总和年长人闹别扭 这一切都是告诉我 该做悔改祷告了 求主使我们有正确的领悟 正确的领悟 今天求主使我们有正确的领悟 行为完全 做义人 使我们的灵魂兴盛 在这世上万事亨通 拥有健康的祝福 使我们获得眼前的祝福 求主使我们的所有的信徒 都获得祝福 做有福的人 奉耶稣的名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